今次的开发箱会否积累附近的业主 看过附近的两至三年的燃楼价钱 大致上价钱都是1150至1300一尺 而开发箱Polygon 就会在这里附近周边有一些价钱更低的楼花 这个项目叫做Onix 有些单位将会低于1100一尺 本身听到这个价钱我都不太相信 但原来只有70套的限额 兼计第一期我们买了十几套 这些好的单位不容易拿 想调解更多 下面讨论区告诉我 除了价钱之外 我觉得今次的地理位置更加重要 它只不过是隔了市内最大的中央公园一条街 兼计离开Brenneby市中心Metrotown 都是3分钟 Metrotown商场里面有超过450间店铺 只是超市附近都有6间 可以说是你想到的东西这边都会有 还有就是下街两个流口就是天车 对面Central Park是一个超过200英帽的市内公园 如果里面那圈真的要走小的话要超过40分钟 里面有儿童游乐场 足球场 游泳池 网球场 还有哥尔夫球场 真是大到你不信 因为它是靠住中央公园 所以它的景观都会比其他Metrotown的楼盘更好 西北看Downtown 西南看公园 东北看山景 东南看城市夜景 而开发箱Polygon是本地最大开发箱之一 已经建过超过34000度的住宅 我们有些客户都说住了Polygon超过10年以上 对设计和用力都有信心 其实我做这一行也都看过不少Polygon造成的研究 就发觉其实这个核发箱都挺注重里面 室内的隔壁性用度和彩光 包括Eric自己的亲戚 其实都是住在不同的Polygon的大厦里 出来的品质大致上都是算高性价比 提醒大家多一次 附近三年没冷气的大厦都已经去到这个价位 所以我觉得如果高一点的话 有景观1200元一尺 其实都可以考虑 设备来说 我觉得今次ONX其实都不错 包括一楼的前桌服务 桑拿 健身室 暖水池 大暖爐的花园 大压顶层有个很大的会所 日式的花园 宴客dining room 图书馆 室外BBQ的空间 Party room 招待朋友一点都不失礼 今次回应的选择都算不少 想要更多的资料和回应图 可以在下面讨论区告诉我 低价钱和好的单位都不如落 快点来找我们楼花王团队吧